各位賓人們好,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 AORUS 的手錶 無他,因為它到現在都是一個獨立的公司 這個在瑞士製錶業已經很難得了 第二,因為它的歷史也有回不上下 所以它也有很多很特別,很 iconic 的設計 包括我之前也介紹過的,以及我自己也有的 Diver 65 潛水錶 而且今天又見到四隻,甚麼顏色都集齊了 即是集油,BIG CROWN POINTER DATE 這兩隻還是傳統的手錶 傳統即是錶殼,以及錶帶都是同的 是否很特別?說真的 這隻錶是40mm 錶徑的 其實它也有些小,36mm 錶徑的 厚度是12.5mm 左右 一點也不大隻 在現在的程度來說是standard Luck to luck 也不夠50mm 這隻是紅面的,配合半月形的日曆指示針 又是紅色,但紅色不是一樣的 不然就很難看了,對吧? 也有藍色面,我會用藍色來說多些 因為我撕了錶頭的膠紙 可以看清楚一點 這隻錶當然是復古味很強 還有Coin Edge Bezel 錶圈 前幣的錶圈 還有四字,整個大肚或風帆 這些設計也很特別 還有數字設計 還有分分鐘的火車軌 再加上這支教堂指針 總之整件事都很復古 還有screw down crown 上鎖的錶官 當然有停廟 它的機身是ORUS 754 其實是基於Selita SW-200 改裝的 整條帶大家看到都是銅的 很厲害 其實它不鏽鋼的設計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就是銅的 給大家看看 它亦有做透底的 大家看到 打磨是一般的 有它引以為傲的 ORUS 紅色橢 大家都看到了 它防水是五巴 即是五十米 五十米 但五十米都有上數的錶官 大家更加覺得它是堅固穩陣 這個藍寶石水晶的錶鏡也很棒 是拱起的 更加增強了復古的味道 大家看到它小時刻度 有夜光 還有時分針也有夜光 時分針的設計很不同 分針就好像健形 而時針就有教堂式指針 所以你晚上看的時候就會很清晰 因為兩支針的設計完全是不同的 但我七吋的手腕這支錶 它全身的時候 真的是一隻金錶的款式 當然你戴耐了 整支錶就會沉飾很多 我自己都有很多青銅錶 但我沒有一支錶是用銅帶的 因為銅帶帶在手上 貼著手 不知道會否令手有些黑色的痕 因為你通常 這個錶的底蓋 可能它都是用不手鋼 或是用太金屬 或是用藍寶石水錶鏡 不會令手有個癮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大家買了這支錶 你戴耐了可以實測一下會否 不過看起來真的非常漂亮 一氣呵成 真的很棒 而且它也不會看起來很老套 整隻金錶 很老套 它覺得錶面有紅色有藍色 令整件事好像很年輕了 還有這支紅色的版本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支 如果大家想低調一點 皮帶當然也有 有這兩支顏色 其實甚麼顏色都有 啡面和綠面 其實我之前有些影片也應該介紹過 大家可以看看 它綠色面應該沒有記錯 是慶祝它的 Pointer Date 80周年 因為它這支錶是1938年首次推出 這個Pointer Date 指示式日曆這個Convocation 所以在2018年的時候 慶祝它的80周年 出了綠色面 之後也出了啡色面 大家看看啡色和綠色的錶帶也不一樣 所以真的很有誠意 它不只是用同一條錶帶去做這件事 因為大家想想 如果這個淺啡色面 再加上淺啡色的錶帶 整個扣又是青銅 整件事就很單調 它現在用了這條表面有些質感的 深啡色的錶帶 令到那個錶的contrast 就會多些了 這個肯定是設計上想過度過的 現在的價錢都一目了然 皮帶款是16000港元定價 而全青銅的就是20,000港元定價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到佐東預畫國貨中的榮記 標刊查詢 當然 Vewers 錶尾一定會多些折 之後 全青銅的版本大概15000至16000左右 皮帶那些是12000至13000左右 當然便宜一點 錶尾一定會多些折扣優惠 我覺得如果大家玩Aurus 有兩個最經典的造型 一個就是Diver 65 顧名思義是1965年推出的版本 很有歷史的 如果大家想再多些歷史 就是這款1938年推出的款式 我相信在市面上 做這個指示昔日曆的手錶 做得那麼特別 Aurus 一定是榜上有名 肯定是排頭的 當然其他手錶都有做的 不過Aurus 做得最特別 大家一看便記得是它 這種歷史的傳承 我相信其他品牌都辦不到 對吧 如果大家想起 有一個很有名的手錶 是有日曆的 一定是想起這個 Rollex 的 Dayjust Dayjust 沒有記錯 是1945年推出市面的 1945年 所以這隻 Aurus 的 Big Crown Pointed Date 是1938年推出 還比Rollex 的 Dayjust 早了七年 是不是很厲害 還有不同的顏色 啡色、綠色、紅色、藍色 哇 現在大家最喜歡不同顏色 對吧 不單是Rollex 還有Maurice Le Croix 還有很多的 總之Omega 還有現在大熱的Moonswatch 都有不同顏色 現在Aurus 這些Pone and Date Big Crown Pointed Date 都有不同顏色給大家選擇 還有有不同的質料 大家如果怕全青銅帶會太誇張 其實我也不是覺得很誇張 不過如果大家覺得很誇張 皮帶款亦都有 總之 什麼款式大家可以選擇一下 希望大家除了看Moonswatch之外 都會留意不同的品牌 也希望大家支持地區小店 以及支持我拍片 如果未訂的話 也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支持 我會再找多些隱世的錶行 還有很多有趣的手錶 和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